因為廟宇正是神明的家 所以除了庇佑我們 裡頭更有許多天兵天將 甚至藏有許多的玄機 共同來守護香火 保佑淋漓 所以在如此正能量的加持下 台灣有不少的廟宇 就處於正路充的位置 但是你可知道 為什麼路充適合蓋廟 民宅就真的不適合吧 但萬一你家的房子 就恰巧未在路充的地方 這下子又該如何是好呢 人家說你房子還是在這裡 對著那個馬路這樣的話 其實是不好的 這樣一直倒在在抵著你這樣感覺 對 一般的人 一般的住家蓋不去 再來你看這是什麼廟 這是武廟 武廟 觀光是不是很危險 是 所以它的房子 來正路充最好 這樣子我們裡面的觀光 它的觀光一定是朝外的 對 因為觀光那個觀光朝外 就是代表在擋路什麼 它可以沿路散妖除暮 為了這個雞子的安全 是 但是老師 如果不是旁邊有的 是要怎樣 沒有說 就是有一些要擋桌的 那種行業才有 就頂在那裡 譬如說土山堂 擋桌 或是打桌 那些要做什麼 這種因為比較陽光 這樣頂得到 不然那些牆家沒得到 對啊 再來就說 我們今天要來這裡 有什麼 對 行政老闆 是 你要先進去看 第第五百公廟 有四間路充的廟 這是全台灣 這樣看到的 真的耶 老師 你沒說我們還不會 特別去住印譽 這條路的雞子路 就是這樣一條鼻子 它一直沖 一直沖 對 行人一直沖 全部都是網運河的廟 對 謝謝老師 我們的大廟 去到這麼路充的地方 還有需要什麼鎮協的方式嗎 廟 因為我們的大廟 不會好大廟 最重要是要修好地方 是 所以它的香氣很重要 所以這個廟 一般來說 有很多劈舍避邪的設施 真的嗎 你說我們後面這裡看 這是什麼 這是門町 門町 門町就是這樣看 是 我知道是帝王節的大神 才可以用的劈舍 對 一般來說在清條 風天的時候是這樣 但是民間有一個禮 禮我就說兩間廟可以 這是空珠廟 空珠廟 一定是文聖 是 第二就是觀光廟 武聖 對 但是門町的形勢 又不太好看 我們待會兒再看 廟宗一百空八 一百空八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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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著一百 一百零八條好看嗎 還是說 三十六天堂 七十二天堂 七十二天堂 就是透過這種 請天賓天賊人來守護 是 守護這個中門 因為中門是最重要的 是 這樣子說起來那個力量 比你們的門神兩位 還要來強大 對啊 那當然 是 然後你看我們 因為那個廟 因為像這種路通廟 那個正面 正面 又特別有很多 避邪的東西在 還有什麼 這是什麼 酒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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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塞就可以避邪 對 對 酒塞會吃尾 對 對 我們一直以為 你看到石子在摸 是吉祥 他用避邪 對啊 再來我們兩邊 還有龍牆鼻 手心龍又白虎 對 是 所以這樣子呢 就有一個完完全全的 避邪正煞的作用 是 它只有外面的部分嗎 裡面很重要 尤其是跟入口 我們等一下先去看 你就知道 這樣現在來去看 對 你用看得比較快 來 老師 你說在廟裡面 看上面要看哪裡 看 看處理 你說那 那就是早寺嗎 對 你看 八角的王 是 好像很像支支王一樣 對 所以東西 說得到 地圖結婚 地圖結婚 其實這個象徵天羅帝王 天羅帝王 天羅帝王 所以有壞人進來 對 就算門神沒有擋住他 也會被他收 對 我們廟裡 是我們設這個早寺 是我們一個重要的入口 很重要 是 尤其是我們這個武廟 是坐北朝南 對吧 南方是俗國 這五星來在俗國 廟 傳統的廟 他在插座 最怕火 對 所以用早寺 為什麼叫早 就是水早的意思 它可以以水克火 對 以水來克火 是 另外就是說 那你去旁邊 你看那個 最明顯的就是什麼 那個入港龍山寺 一進去 不是有個很大造型嗎 很漂亮 全台灣最漂亮 是 那個以前 為什麼會設那個 它有一個很重要 實際的功能 除了避邪之外 它有一個很重要 實際的功能就是說 他們以前沒有戲台 演戲了之後 會把中門關起來 這邊就當作戲台 對著神秘演戲 那個以前沒有 怎麼辦 要擴大啊 那個就是共鳴槍啊 直接用這個環境 來去取 對 大家那個條件 對 被自然就放大了 而且採光也好 對 而且老師我也發現 它那個早寢 它的形式 好像是 八卦型 對 最傳統的就是八卦型 就採取那個八卦的力量 就採用它的力量 來讓那些妖魔鬼怪 一旦穿過門神之後 你如果說門神關不得到 就透過早寢這個力量把它壓持 原來早寢不只美觀 它的功用性很大 對 捕獲它 是 老師 除了這個早寢 那旁邊是不是好像有一些意義的 對啊 好 還有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進門這邊 那個柱子跟梁中間 這個位置叫擦桿 擦桿 對 這個一定會有熬魚 兩隻熬魚的設施 就是龍頭魚身的 就東海一條怪魚 很大的怪魚 它就是鯨魚 是 大鯨魚 以前人觀察到鯨魚 在海上 當它尾巴翹起來 不會翹起來 它拍攏的時候 都會降雨 都會降雨 那你如果去其他的廟 比如像鹿港客戶公 它們是四隻的 四隻喔 四個角落 然後中間在一個龍 像鹿港龍山之的藻體 就是中間在一個龍 那個剛好五行 方位 完全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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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很多國外的朋友 來到台灣 都很愛參觀我們的廟室 因為廟室 不但是我們傳統藝術的代表 藝術的手工 所表達的含意 不要說是外國人 就算是我們自己 還可以了解這個機場的 多少艱甲 尤其是以前的建築 最害怕 就是火神的破壞 所以這個烏魚 在了為在炒各的地方 就向你的處境 也都有它的行蹤 不過說實在 廟室是有身分在桌上 當然不用怕 如果我們人 到底還有什麼東西 可以配合我們平安順序呢 其實跟我們人最相關的 就是我們身上的那個 隨身的避邪物 比如說像那個香火袋 像那個甚至麵珠 八卦 戴的聲音 八卦都可以避邪 可是我們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怎麼辦呢 比如說我們到野外 甚至野外 或是到晚上的時候 因氣比較重 那很簡單 我教大家 各位朋友一個辦法 就是你要栽欺騙榕樹葉 不是一片而已 一定要欺騙 為什麼呢 因為欺騙榕樹葉 代表北斗七星的力量 因為北斗注死吧 所以鬼都怕北斗 因為北斗可以收鬼 另外說 在沒有辦法的時候 怎麼辦 我教大家 我們道教 比較屬於內丹的 那種保護自己的辦法 就是我們平常握拳都是 那個拇指握在外面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沒辦法保護自己 就是說我們要把那個拇指握在裡面 讓所有那個 四個指頭的掌心 都朝掌心裡面 那因為我們六個 五個所有的手指頭 是最容易洩氣的地方 洩掉我們的元氣的地方 所以當我們把所有的手指頭 往裡面收的時候 就可以收住我們的元氣 那再加上你如果有信 有信神 有信佛 念佛號 或是念咒語 再加上這個 叫做握顧 握起來握 兼顧的顧 這個就可以保護我們自己 在了榮樹 愛草 這些民間所流下來的祕訣分 其實在宜蘭 要求一種 向天公照大的公法 就是把這個四顆礁頭 拿來過路 在這裡水深以外 也拿來把海裡洗澡 幫助小孩好有趣 不過在這裡廟 需要劈仙 我們人需要劈仙 其實我們所有的 村頭裡面 也有很多無名英雄 常常在帶我們看過 帶我們來收穫 最常見的 就是一種聚落避邪物 就是守護了一個聚落的 比如說最常見的 有那個路沖的地方 有些是三叉路的時候 或是說那個 剛村落剛入口的時候 那個馬路旁邊 會有很多 類似用石頭雕的 那我們把它統稱為 所謂的石桿當 那當然後來 這個石桿當 最早的石桿當就寫 石桿當三個字 然後後來就演變出 類似很多功能的 這些所謂的聚落避邪物 包括雕有佛號的 像最常見的阿彌陀佛碑 然後還有一些 雕有一些道教符令的 像羽健兒 這些可以斬軌的 這些後來發展出來 它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要守護聚落 所以一般都是 在那個村落 那個主要的路口的旁邊 這會設擋煞的 這些聚落避邪物 這種鎮頭的劈邪物 大部分都出現在裡頭 不過它的用意 不是電路線 電路是動風災 尤其是我們最初的 就是金門的風災業 不過大家都知道